哎呀我们这位藏友啊 看来您真的要赔钱了 美女拿4000年前的异形古域健保 说有人出家20个亿都没卖 专家在拿到手后却表示的异常严肃 还让美女赶紧上交避免灾祸 这是怎么回事 这事发生在某党健保节目上 一位美女缓缓上台向大家打了招呼 大家好我姓吕 主持人也是面带微笑的 先夸赞了一番美女的样貌 然后说道 不知道吕小姐今天带来什么藏品呢 这间美女小心打开带来的盒子 原来是一块玉 沁色完美 造型较为奇特 像人也像瘦 光是看着就非比寻常 就连台上的健保专家也伸长了脖子 主持人问道 您这个古域看起来真漂亮 似乎价值不菲 您是专业的收藏家吗 怎么得来的这块玉呢 听闻此言 美女便说 这古域其实是我父亲的 她在英国工作 平时比较喜欢研究古玩 尤其是玉琪 这块古域还真挺不一般 是四五年前花了好几十万买的 当时在那边也找过相关的专家鉴定 都说这域没问题 还说这是来自四千多年前 石家和文化时期的高古域 听闻此言 主持人也激动不已 这在英国买到高古域还真挺难的 不过你父亲都在英国找人鉴定过了 怎么还要上来鉴定呢 美女笑笑回复 这不是想着这是咱中国的玉吗 还是得让国内的专家瞧瞧 再加上家里的生意前段时间出了点问题 缺点资金 无奈这下只能打起这古域的主意 父亲研究过好几回 觉得这域应该价值不菲 就想着让专家仔细瞧瞧 也不至于到时候一头雾水被骗了 这是现场观众的恍然大悟 原来是家里缺钱了 怪不得要拿着古域健保呢 主持人听到这话也是恍然大悟 但美女接下来的一句话震惊在场所有人 只听美女说道 就上个月刚在一些平台放出 就出售着古域的消息 那天夜里就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居然出价20亿 要买这个古域 但我爸没卖 美女竟称有人出价20亿买古域 更吓人的是 他们却选择不卖 这是怎么回事 这话一出 现场瞬间轰闹起来 观众席直接炸锅 20个亿吓唬谁呢 这美女不会是信口胡舟的吧 主持人也十分的怀疑 花20个亿买块古域 这也太夸张了吧 然而既然有人出这个价了 又为什么不卖呢 难不成这古域价值还能更高 美女听了就说 这不是不清楚这古域的市场价格吗 想着也不知道 这出价20亿的人会不会是个骗子 当时我听到的时候也非常震惊 感觉非常不靠谱 就想着拿来让专家们给瞧瞧 主持人听了这话 好奇心就问了问美女 那依你看来 这古域值多少钱呢 却见美女缓缓输入了自己心里的预期价格100万 并说到 当时决定要卖这块古域的时候 也查了些资料 问了些有路子的朋友 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值钱的宝贝 但应该没有20个亿这么高 我父亲也是研究了好些石家和文化的中古域 觉得应该价值100万 听到这话 现场观众也是惊怠了 这家人怕不是脑子那啥了 有人出20个亿不卖 非要卖100万的 主持人对此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就让美女把玉器拿给了健保专家 专家也是对着古域颇感兴趣 却在拿到手后随手照了照说道 我估计你父亲在买这块玉之前 也查了不少资料 就这种石家和文化的误解来说 就算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误解 拍卖价格都上百万 估计就是因为这个你父亲才愿意花大价钱买下这鱼 就从这块玉的造型来看 其实这并不是动物 更不是什么野兽 而是一个神人 也是石家和物件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款式 那为什么这石家和文化的玉器会这么值钱呢 正是由于在新石器时期的几个玉器中 算是非常精美的一列 简直就像一种微雕 往往是在非常小的物件上雕刻的异常精美 也就是说石家和文化的玉器实际上是中国新石器时期玉器的高峰 更重要的其实是 它的发源地是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 也就是属于我国土生土长的历史文化 那么这一块疑似石家和文化时期的玉器 究竟是真是假 又值多少钱呢 神秘人出20亿购买 吃饱人却报价100万 感到疑惑的健保专家在拿到手后 却让美女赶紧上交古鱼 以免引来灾祸 这是为何 只听专家说到 虽然你父亲花了好几十万买下这枚古鱼 也找相关人士鉴定过 但很遗憾 他还是赝品 这就是一件当代仿石家和文化的神人寿命文赝品 那个电话说的玉值20个亿的 简直就是天放夜谭 估计就是个骚扰电话来骗人的 但美女听了却还是不死心 您说的玉是假的 能否给我分析一波呢 现场观众也纷纷表示赞同 他们也是相当好奇 这玉为何就是假的了 专家说了 就像刚才讲的 石家和文化的玉器都是非常精美的 但由于当时的原始工具比较落后 所以这一类的玉器 只需要看它的加工痕迹就能辨别 就你带来的这块玉 跟石家和文化的玉器最大的区别就是 这明显是机器制造的 应该就是国内人造的假 但在国内行不通了 就拿到外国骗人 你父亲无疑是被人骗了 美女听到这话也急了 忙询问专家 这块玉虽然不是古物 但好歹是块真玉 橙色也不错 那一您看 这玉还能卖多少钱呢 听到这话专家却忙说 你这玉看起来是不错 市场价应该还能值个几万 但这防骨鱼造出来就是在市面上骗人的 一旦被骗这损失也是非常大 为了防止再有人被坑 我建议你还是把这玉上交 否则再流通出去 恐怕你们会被告 遭受牢狱之苦 美女听了却没搭话 满脸愁容的拿着假玉下台了 只能说这桃骨物还是要谨慎再谨慎的 否则这损失也太大了 预防诈骗 记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校正啊 检查